美国政府自1995年通过禁止燃放爆竹和烟花的禁令 即便如其每逢过年过节鞭炮声不断 政府查禁爆竹的举措看来成效并不大 那霹雳巴战州议员黄文彪对此就建议政府逐步解禁烟花爆竹的禁令 合法化烟花爆竹 他认为只要政府列出烟花爆竹的燃放条件 以管制取代禁止 这不但能够增加国家税收还能够杜绝走私勾当 即便政府多年来都查禁烟花爆竹 但每逢农历新年或佳节期间 入业后爆竹声依旧是此起彼落 霹雳巴战州议员黄文彪对此建议政府以管制取代禁令 他认为政府查禁烟火却不断面对走私猖獗的问题 倒不如考虑先逐步合法化烟花爆竹 试看成效 这或许将增加国家税收 也增添新春气氛 先以威力性比较强大的慢慢逐步来开放 我建议的不是一次过就是开放 合法化爆竹的烟花 然后一方面能够增添新春气氛 然后给商家能够合法化来售卖烟花爆竹 然后也能增加国家的经济来源 因为毕竟烟花爆竹要是增税的话 这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新税种 我认为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个建议 希望中央政府能够考量一下这个建议 黄文彪指出民众燃放的烟花爆竹 大致上都是走私品 倘若政府合法化烟火 再设立条例 管制爆竹燃放条件 那说不定可以一石二鸟 我们要限制于民众能够燃放鞭炮 爆烟花的一个期限 比方说除夕夜直到元宵节 然后这段时期 然后在某些时间 比如说不能够超过五月十二点 政府在1995年通过禁止燃放鞭炮 和烟花的禁令 1996年全面执行禁令 在这项条例下 国民在任何场合和节日收藏 出售 购买或燃放鞭炮 都以律犯法 内政部只批准两款烟火公开发售 至于其他具有风险性的烟花和爆竹 都必须先向警方申请燃放准证 NTVC霹雳 财宝报道